要上节课啊 咱们上节课讲的是这个混响啊 还有延迟类的效果器 那么这次讲什么呢 讲滤波类的效果器啊 滤波类跟混响延迟不一样 混响延迟它是这个 让它在一个有有一个反射 对不对 哎不断反射 那么滤波啊 它有两个字组成 滤是滤波的滤 对吧 波是滤波的波 那么滤波两个字 它重点在于在于滤字啊 过滤的意思啊 就跟那筛子似的 拿一个筛子 那么比如说某一些频段的声音啊 我要某一些频段的声音呢 我不要 哎那么就用这筛子就给筛出来了 那么哪些频段的声音我要 哪些频段的声音我不要呢 哎这就由这个频段来决定 那么频段怎么看呢 哎咱们看看看看一个图 哎在这个图里面 咱们可以看到美这个波形 它是有一个周期的对吧 哎从这到这 它是一个完整的周期 那么这完整的周期里边 它是不是就一个周期 就对应一段频率啊 哎它是不是有一个频率啊 那么如果的频率高的话 我要什么意思 频率如果的足够高的话 哎周期足够短的话 那么这个阵幅我保留 如果周期不够短呢 那我压缩这个阵幅 哎是不是就是根据周期 来确定这个阵幅啊 哎实际上是这么一方面的东西 那么咱们可以先看看 这个东西的本质是吧 先切到audition 然后录一段 录一段什么呢 当然了 还有一首唐诗 是吧 这回我决定录一首唐朝的诗 啊 唐诗 一戏开远圈生日 天下朋友结交气 言界无穷 使节款 安的光沙 千万安健 自从这个唐朝乐队兴起以来 我就非常喜欢这个唐诗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唐朝乐队啊 是当年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乐队 那么 这个 这个这个 咱们可以看看它的周期怎么看 放大了看 对吧 咱们看一下它的周期 它有的周期呢 长有的周期短 在这块呢 我看起来很不直观 那怎么办啊 怎么办 咱们要切到这个频率这个这个这个视图里面 这样的咱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了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的横轴和纵轴 横轴是什么 横轴是时间轴 而纵轴呢 纵轴是赫兹 是不是 在这里面有些地方呢 它是这个红颜色的 火红色的 有些地方是紫色的 有些地方趋向于黑色 反正这个特别亮的红颜色 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个频率它比较多 也就是说它低频这个比较多 反正上面那一块呢 它是高频的部分 如果高频的部分是红颜色怎么样 什么高频的东西比较多 那么咱们听一遍这个声音啊 那么如果说 你看这块也选区对不对 如果说我把这个 它这里面的低频的部分 我选中了 然后呢 我按住delete删除 低频是什么意思 咱们说过这个人耳的范围 是从二十到两万 对吧 低频的是不是就是靠近 那个比较低的 低沉的声音啊 对不对 比较低沉的声音 实际是什么 实际就是那些 比较这个波长比较长的 换句话说 男的的声音和女的声音在一起 那么低频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是男的对吧 那么把男的声音删了 那么是什么意思啊 就把声音低沉的 压抑那部分删了 把这个高昂的尖锐的 这部分留住了 咱们听一下 那么那么那么实际上 这是把低频删了 反过来了 如果我说把高频删了 把高频删了 就留低频的 那么会怎么样 就还是在这个位置左右 现在呢 把高频删了 咱们听一下低频 这个是不是就是高频的部分吗 实际上这个滤波器的作用 它最根本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就是这个 这个把这个 这个声音的阵幅 根据这个频率来进行变化 那么有哪些滤波器呢 咱们可以看第一种滤波器 叫FFT滤波 咱们进了这个audition里面 看一下FFT滤波 先把它整个都选中 选中了这段范围 那么咱们在这个滤波 滤波它有一个这个 那个 英文名字叫EQ EQ 滤波 滤波与均衡 那么FFT是第一个滤波器 那么实际上它这个 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可以看到 有这么一个曲线 横轴是什么 横轴的单位是特资 是不是就是频率啊 纵轴是什么 纵轴的这个单位是分贝 也就是什么啊 也就是阵幅对吧 根据频率来在阵幅上确定 那么它有什么效果呢 咱们可以看看 这些preset里面有什么效果 比如说最最简单的 这个telephone receiver telephone receiver 什么意思呀 电话的听筒 那么咱们平常拿电话 打电话的时候 听到的声音 跟咱们平常这个 跟人说话的时候 这个声音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电话听筒的声音 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实际上是一个什么过程 咱们可以看看 它电话为什么要 要这个比较好 这个挺先进的 但是它肯定不能说 把咱们从20到2万 所有的这个声波 全都传过去 不能传的话 传哪些呢 它就会截掉一些 哪些呢 比如说你看这个点 这个点是多少呢 290左右 或者300左右 从0到300赫兹 这段频率 算低频对吧 把它截住 不让它通过 而从这块 这是多少 看一眼 从4000左右 从4000左右 再往上的 也是咱们平常说话 不常用到的声波 也截掉 那么中间这个 有一个过渡 这形状就这样 所以它就形成了 这个 这个 这个效果 声音的效果 咱们听一下先 那么实际上它就形成这种效果 为什么要把这个掐头去尾 把这段也截了 把这个以前的部分也截了 把这个以后更高的频率也截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它要压缩数据量 只有压缩的数据量 最后它才能保证通话的流畅程度 那么这里面呢 有一些值 如果说像咱们刚才那样的 如果说把高频的通过 高频的通过 然后低频呢 低频给它压到最低 然后咱们把这个往下拉 这个也往下拉 那么这个实际上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1000 或者1000左右的 它这个往下的低频就滤掉了 对吧 上面的保留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点缺掉 它是上边被删了 这下边被删了 那显然是下边被删了 对吧 下边 底下这个低频的部分被删了 你可以注意到 它是不是低频被删了 对不对 低频被删了 那么 它实际上它影响的就是这个 包括这个 咱们看一些比较常见的 是吧 这个Q的MacRumble 就把这个麦克风的一些低频的这个这个不好的部分去掉 是吧 然后呢 这个这个也是一个结啊 这叫带通 是吧 这个通过的带是是固定的 那么其他的一些设置呢 咱们可以注意到 这有一个FFT大小 这个 这个滤波器本身就叫FFT滤波器 那么为什么它叫FFT滤波器呢 而且为什么这块有FFT大小啊 咱们回忆一下 以前 以前学有这么一个东西 在降噪器里面 啊 在这个 修复里面有一个降噪器 降噪器里面 你还记不记得 它有这么一个FFT大小 对吧 这个时候如果我或许取取线的话 我当然就这样太慢了 咱们可以看到 或许取线的时候 FFT大小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是24,000的话 这些点就取得密 如果是这个 如果512的话呢 这些点就取得输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就是说 这些点 就是说这个 这个这个点的分布 和这个FFT大小相关的 FFT大小越大 怎么样 越把这个频率的全的范围 从20到2万 这个全的范围 分的分数越多 对不对 哎 那么实际上就是这个 分的分数的意思 那么这FFT越大 当然分的分数越多了 哎 效果呢 实际也会比较好 一些 那么咱们可以知道 这个FFT是什么意思 哎 实际呢 FFT的意思是 以前有一人叫什么呢 叫复利液 他发明了一种 一种数学方法 是什么呢 是说任何的曲线 任何的这种曲线 都可以写成一个 极数的形式 也就是一个三角函数 乘以一个FN的形式 FN等于什么什么 那就是说 所有把所有东西都模拟 成一个一个数列 和一个三角曲线的和 这种东西叫做复利液极数 以前高数的时候学过这个东西 这个人不但发明这个 他还发明了什么呀 复利液 复利液他还发明了这个 这个 这个 空想 这个 空想 社会主义 当时他也是这方面的 也是这个 马克思思想的一个源泉 是吧 复利液极数 挺有意思的 那么 咱们 就除了这种方法 滤波之外 咱们还有一种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 使用这个图示军航器 那么图示军航器呢 咱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个图 是这样的 对应的 咱们这里面呢 也是在滤波里面 有个图示军航器 那么他这个 进来之后 咱们可以看到 上面这个东西表示频率 对吧 频率跟频带 那么下边这个东西 表示什么呀 这个表示一个推子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频带 你是加强他的振幅啊 是减弱他的振幅 如果我这样做 那么咱们听一下 大概你感觉 这应该是什么效果 把低频的部分怎么样 切掉啊 对不对 高频的让他通过 咱们听一下 然后呢 如果反过来 我如果把这个低频的通过 高频的让他不通过 那么咱们看一下 什么小伙 很粗对不对 有点像善天方是吧 今天我来做预报 他那声音很古怪 那么这是十个频段 就是说把这个 就跟富利业集数了 富利业集数是那个 是512 是两万四 他这十个 就十个推子 那么这个呢 是二十个推子 这个是三十个推子 你可以注意到推子越多 是不是就描摹 他的越精细啊 对不对 那么实际上说 有的人那个声音是海豚音 那么海豚音是什么 是那种高频的 对吧 超声波 咱把这边加强一些 听这个感觉 听听那个电 跟电磁锅似的 有电 有磁那种 有磁性 是吧 那么这个是这个 这叫图示军航器 好 图示军航器 也是一种军航器 也是什么 也是根据频率 来调什么 来调阵幅 对吧 哎 这个东西其实挺简单的 一看就明白了 好 咱们这次呢 就是这样 这个图示军航器 然后呢 咱们看一下这个 实际上在原来 他这个图示军航器 就是就是就是这个 这个混音 在在这个 这个里面有很多推子 这些推子 大多数是做什么呢 哎 就是就是这个控制 根据不同频段的 这个音量来调节的 包括咱们平常听那个 亲天性听 是不是这块也有一个 军航器啊 也可以 他条古典啊 是吧 条现代啊 条流行啊 都是一些推子的组合 对吧 也都是根据这个 不同歌曲的特点 来来增益某某一频段 是吧 好 这次呢 就讲一下这个 军航器初步的这些东西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